位在侯同猫村的猫桥 启用至今已经迈入第十年 但是桥体长期因为风吹 雨林也出现漏水 结构生锈等等问题 当地里长也反映无障碍设施 真的是迫在眉睫 希望之后整修可以一起 将无障碍设施一并纳入 让民众更方便好行 经由民众反映 那猫桥因为时间 已经兴建很久了 那尤其它是本身是属于木地板 还有也有很多漏水的地方 以及在楼梯上的一些止滑 也都造成了一些损坏 那时常下雨天的时候 会造成游客的一些跌倒 跟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一起已经在第一的时间点 反映管理局 那管理局回应 将会在近期天气好的时候 针对漏水的部分 以及LED陷入杂乱的部分 先做先行的处理 市议员林一齐就表示 近期接获民众反映 猴桐猫桥因为已经兴建很久了 再加上桥梯本身是属于木地板材质 还有很多漏水的地方 以及在楼梯上的止滑设计 也都陆续因为老旧而损坏 只要雨天就容易造成游客滑倒 已经在第一时间反映给相关单位 近期就会改善 猴桥靠近猴桥那里台阶 看是不是能从旁边架两个斜坡道分出去 上家去买东西不用提 用拖的就这样子 我建议这样子 就是一个无障碍波道 对无障碍波道 新北市政府管理局也预计 在七月份的时候 将针对整座猫桥的整修 来进行规划设计 那我们也期待整个设计完后 然后发包施工后 我们会带来 给猫桥带来一个新的风貌 因为林一齐继部表示 管理局也预计在七月份 将针对整座猫桥大整修 进行规划设计 也期待整个设计完发包施工后 猫桥会带给游客和猴桐地区 一个新的面貌 接着成为瑞芳采访报道